各位朋友 礼拜四早上好 6月6号2024 昨天晚上 实际上我花了好多时间 都是看那个George Miller 就是那个Mad Max的那个导演 他79岁 还没到80 我没讲 他以前有五部这个Mad Max的电影 开头是Mill Gibson演的 1979年就开始 所以这个很多感想 因为觉得一个人 他专心的做一个事情 中间当他也拍了一些 什么契鹅啊什么的啊 不过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 从这边衍生的各种各样 而且很多探讨啊 当里面很多是对不太起来 不过这个就是一个 小说创造啦 电影啦什么也没什么 不过当你了解一个事情呢 那个乐趣比这个看热闹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乐趣 我前面也讲过嘛 这个任何的法门啊 让你得到快乐 其实都是对等的重要啊 不是说我看了他很热闹 就很高兴 跟这个了解了很多更高兴 一般人当时就说 你要你多去研究啊 我们鼓励大家做 可是也不要觉得那些 就因此而高兴的就怎么样 我昨天我常常看晚上 YouTube上看了晚上那些 幽默的那个 那个脱口秀啊 他里面你看他有一个秀啊 那个Kimbo啊 鸡毛 他访问很多美国人 比如说他讲一些简单的知识 哎 没有人知道啊 比如说美国的副总统谁 你可以挤出几个副总统 你看到美国人这个 我相信不是假装的啊 是真实的 然后美国人的一般人的对这种 知识的缺乏 可是每个人都是非常自信 他们毫不觉得羞耻啊 我们假如不知道了 什么东西人一讲什么 哎呀你什么这个都不知道 美国人就是有个特性 他们还是很高兴啊 好 嘀嘱咕咕一番的时候 讲一些新闻啊 今天是罗曼迪登录的80周年 就6月6号 很多电影都描述那个东西啊 光是这个什么最长的一日 是最有名的 196几年就开始了啊 那个同样的 还有很多是爱情啊 什么的 像有人那天要出征啊 跟一个女的什么 我记得是罗伯泰勒演的什么 好像台湾的 叫做6月6日断魂日啊 因为讲那一点的 去了之后 死亡的概率就很多嘛 这个登录好像是 差不多集结了 二三十万 三十万左右的军队啊 那现在里面生存都是百岁老人 你想80年 那时候18岁的话 就96七了啊 16岁的话都已经96岁了 所以 听说是 差不多有一两百个人 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最隆重的庆祝啊 那这边有几个点感想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是看最长的一日 然后后来衍生了另外 同样的这位作者啊 他这个叫做历史小说 大部分都是真的 应该99% 他是访问参与的那些空降师啊 参与的直升机的滑翔员啊 各种各样的故事 所以当你看到最长一日 你不会把德军当作很魔鬼啊 同时对那些 比如说那些散兵 有一个人挂到一个教堂上面 听了这个钟声 听了十几小时 后来耳朵都聋了 还有那位英国的 那是迪萨波顿吧 也一个直升机的飞行员啊 降落之后受伤在那边 后来就也就死掉了 那还有一个 因为那天登陆的时候 他们那些散兵用一个那个 一个那个发声的 像蟋蟀的声音的 那个有一位散兵呢 在那听到人家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以为是友军走出来 就是个德军 那个因为他们开板机的声音跟得很像啊 当场就被打死了啊 看得很感慨 我那是小时候非常喜欢看 还有另外呢 他们又展开个反攻啊 叫做花园市场的一个 叫做远桥 想要攻到德 荷兰啊 就直接就把希特打败 结果受阻 很多人都死了 那个也是很悲壮的啊 里面也都是真实的 里面 死人康纳来演一个 英国的一个红帽石啊 红魔鬼 被困在一个 你看他空降到这边之后 被敌人困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啊 所以他的整个诗 训练那么精良都损失了很多 那不管怎么样呢 你可以知道这种文化上啊 因为我们年纪大 譬如说我现在读了很多俄国 实际上抵抗德国 比这个欧美的这些啊 规模又大 史上人又多 不可同日而语 可是当你一个文化的一个 你讲宣传吧 就是他们的报道很多 就让我们就对这个西方这个 充满的狭义啊 的仰慕啊 什么的 后来我知道这个乌克兰 他们的俄国人跟 苏联跟这个德国的坦克大决战 上千辆的 GBA二次大战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申明反攻啊 德国的最后反攻 那个叫坦克大决战 你看到德国人那么悲壮啊 虎形的坦克 然后美国那些 散漫的这些英人也很英勇 把他们抵住了 那个也都是 比起那些战争其实不算什么 可是话免怀啊 俄国大概穷啊 也没有这方面的自作 所以我们就 呃 缅怀这个已经 算当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日子啊 啊 前阵子还有代表说 呃 法国要邀请 呃 俄国人 他们开头就是因为 普京那是不会邀 普京是70周年有受邀 跟各国代表参加 这80周年 他是不会邀 可是开头说有些俄国的代表 因为俄国是没参加这个西线战 他们在东边作战嘛 那是两边夹击俄国 呃 德国 而且德国应该是被苏联打败的 主要了 那这个联军这边 呃 只是把法国给光复而已啊 啊 那 结果是确实没有去 可是呢 乌克兰 哲利斯基 他最近到处串 到处访问啊 到新加坡之后到菲律宾 菲律宾 这到卡达 一个那个产油的小国 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提供了很多 呃 这个医院啊 对他们伤亡人的救治 哎 他就飞到罗曼迪海滩 那请他演讲啊 当他要自比自己跟盟军的一样 呃 这一对邪恶啊 我是觉得这个 这种宣传 我有时候年纪小轻的时候 我们是 确实是这样子的感觉 现在啊 觉得很多事真的很复杂 不是那么简单 啊 还有一个小道消息呢 这个 哲利斯基 最近当汉见的批评中国啦 带领的蓝帮 不参与他的什么那种瑞士的和谈 他是派的一个代表 一个北京接见的一个 他的一个高级代表 在北京在那边谈谈 讲那一点啊 政府很多运作 跟我们看到媒体 实际上都不一样的 他们真正 很严肃的事情 哪里有让我们在报纸上看得到呢 啊 所以 不管怎么样 这个整个的风向的感觉啊 好 昨天还一个大事是波音呢 终于他的新地航机终于 升空了啊 他这带了两个太空人 啊 好像有一个女的 我都忘记了啊 这个不敢确认 反正 呃 总是好事啦 他们一直延误 一直延误 那他们这个整个的计划 听说都赤字连连啊 这个等着 看以后的 可是呢 马斯克的 SpaceX啊 他那个超级的火箭 听说再隔 一下子也要发射 所以他们在美国 有两个在竞争啊 我觉得是蛮好的地方 呃 看看到底怎么样的 那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当然是 呃 算是当红炸子机啊 啊 还有一个中国的 中国就是消息很少 就是 以前觉得共产党 应该很会宣传嘛 不过对很多别的事情 倒是觉得都很低调 比如说他们 这次 嫦娥六号什么的啊 他们有直播啦 看到他们的太空控制中心啊 就是那个 控制站 所有人都一个惊讶嘛 都是年轻人啊 呃 在这边 担负的这个重任啊 这个研究科技 这方面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 把这个当做什么的 到处讲啊 什么的啊 这很奇特 关于太空计划 还有前几天啊 大概一个礼拜了 有 那时候不是有个日本的 一个亿万富翁吗 他要参加 好像马斯克还是 反正参加一个 呃 飞上去 绕绕一圈去下来的一个 太空旅游计划啊 花了很多钱 然后还要选个 半 那时候 他选半的时候 大家都各种猜测 各种怎么样子 他来终于终止合约 因为整个计划都延了 一年两年啊 他觉得 呃 不要参加了 这些好的事情之外 那其他的当然就是 世界的战争嘛 以色列攻击加沙 呃 一看 哎呦 这次一天左右 二十四小时 又死了一百人左右 就是慢慢就升高 以前不是十几二十个啊 而且他们这次啊 攻击了一个公务的一个联合国的学校 我记得那时候不是整个都停摆了吗 怎么还有学校里面还有烂民 也是觉得 那个消息都是很怪 我相信里面还有人啊 还有一个疑点啊 我每次看那些医院什么的 看他们都有照明啊 都不是断水断电啊 所以真正的想象跟我看到的一个什么 呃 实际上应该是有落沙 不过来外面大声疾呼啊 呃 这个以色列没有人性的搞得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这样子继续攻击 呃 将来会造成百万人的一个饥荒啊 我相信真的是很严重啊 因为光是看那些断岩残壁 你就可以想象到的啊 呃 以色列的北边的珍珠党啊 他们最近很多火 不知道是有益的还是怎么样子的 反正大概有些交战 可是媒体听说他可能是报道不多 我看那个报道就这样啊 他要召集多少 三十万成 多少 很多军队 要准备对这个黎巴顿的珍珠党要动手啊 讲那一点 以色列也不过七八百万人的啊 军队你说到底有多少 然后要怎么样作战 确保他 当他真正作战不是我们想象的啦 好像 人多人少什么的 他只要重要的战役把人家打垮了 人家这些没有力量 他这些 有组织的力量就可以控制各个地方啊 好吧 那个 今天开始来欧盟的国家开始选欧盟的代表 欧盟总共有三亿六七 他们将近四亿的公民啊 当时投票率不要怎么样 要各个二十七个国家都要选选七百多个代表啊 那这次听说是右派的应该是德士啊 不过来也看到一个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在欧盟里面一个反中的一个议员啊 是德国的 他是德国绿党的一个代表 当过党主席啊 那这位人士是很之中的 他年轻一九七几年 他现在七十一岁 他是不再选啊 就是中国在某方面松了一口气 因为中国本来跟欧盟很多合约 都是被这位人凶啊 他很了解中国 然后对中国做很多东西都 尤其对习近平他最批评最多啊 所以很多法人都通不过 所以是一个鹰派啊 可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一九七几年 他读到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啊 革命无罪的这种原因 他自己就是一个反叹者啊 毛主义者 所以他就到大陆啊 盖什么啊 那时候不过毛没有见他了 所以年轻的是一个狂热的一个 这个毛泽东的崇拜者啊 共产主义 他自己宣称自己共产主义 因为他也是很自由 他爸爸以前二战的时候 受伤的军人啊 他们很痛恨战争 然后后来他转入政界了 因为他还读的刘少奇 对中国是了解很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中文啊 是一个中国专家 所以在欧盟他后来当的代表了 他开头中国对他很有赛 十年前啊什么的 后来因为他里面发表了很多 制裁中国各种的 中国把他列入黑名单了 所以他已经五六年了 他这一次欧盟五年选一次 这他不再选了啊 你说中国是不是会松口气 这位反 可是呢在某方面 因为他是很有理性的啊 比较不像这个民粹的啊 他因为他知道中国 他应该对中文应该也懂啊 所以我不知道懂不懂了 反正很了解 所以这是个两难啊 当他很了解 跟你在这边想要蹲处理 在某方面应该算是一个真友吧 因为他这些现象 你要改了什么他才 不过他就让欧盟 跟很多计划都受阻啊 那我们就拭目以看以后的行星 昨天还有了 Libberda就是那个 辉达啊 有英伟达 他名字这么多 哎呀这个中文世界真的很混乱啊 又看繁体又看简体 然后又有各种国家 什么乔治亚啊 这个哥鲁奇亚 哎呀 我不要为什么这么多 当不同的地方的华人 不同的习惯 那这个辉达呢 他的市值呢 到了三个区领啊 三万一也什么的 比苹果还要多 世界上价值最高的是 这个微软啊 他是第二了 因为主要他的这些芯片的需求非常多啊 看到一个很奇怪的 我把他先讲啊 中国芯片的制作啊 听说有两 因为他国家福祉吗 有两个小小公司啊 我从来不知道 那时候林伟达这个黄元勋说 他们有这个能力啊 他们很进步啊 就是华为啊 什么的 然后中国还有很多小的这些芯片厂 尤其很高科技的啊 都可以设计高级的啊 或者生产 可是呢 他们居然呢 他就设计一些比较低端的 让台积电可以帮他们代工 然后进口 这个很怪的 我读了半天读不懂 因为要 赶快要讲 这些消息都没有时间了 所以把这个问题提给大家啊 里面讲的几家公司 我真的都没听过 不过听说都是 都是最近四五年成立的 要在芯片上 跟欧美一较长短 可是呢 他们就是说 因为要让台积电人做 美国很多限制嘛 禁止他进口 所以他做的低端的 没有他里面有很多规则 能够绕开这些规则 再继续给大陆的芯片提供货物 讲那点 你看现在的车子啊 电动车各种各样的 需要的量真的非常大 非常大啊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 在这种情绪下 他可以做这种 不过听说是华为最厉害啊 所以这个 我们真是蒙动无知 就等着看以后的消息啊 前面讲的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啊 他最近 因为欧洲非常热 蓝亚很热啊 他又在度的呼吁啊 大家要重视气候变化 抑制这些 各种 这个 二氧化碳啊 影响气候变化的一些因素啊 这个是很科学的 很难理解啊 墨西哥呢 发生了一个 一位人是感染了情流感啊 以前说他这个 情流感是不会 传给人类的 他是第一例 而且居然就死掉了啊 这个我们就密切观察 是不是会 亮成另外一个 像清冠一样的啊 在墨西哥发生的 还正好呢 要结束的时候 看到有一位人兄 他有个 他自己的感受了 他就讲说 美国的电动车 你不要看大家都畅衰 实际上 他的占有率是越来越多 像我们洛杉矶啊 基本上我三部五部 就是看那个Tesla的很多啊 当然也许洛杉矶 人比较注重环保啦 讲了一点 你花个五六万 也就花了 以后可以慢慢赢回来啊 呃 所以他说 实际上占有率一直 而且还有很多 不同的公司的啊 不止Tesla 你看他没有排气管的就是啊 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啊 你当你这个销售 主要就是你要有充电器嘛 像我自己家里面是花了六百块 装了一个两百二的啊 所以我反正晚上就可以充电 白天就开 充一时间跑两三天再充啊 很方便 那 他是讲说啊 很多人住公寓做什么 没有这个 他就很糟糕嘛 所以就不太会买 他就提供一个说 从电线杆 我们电线杆到处都有啊 或者路灯啊 你从那边接一个充电线 让所有人很容易就 一面停在路边就可以充的话 那个 一定会让这个电动车 推动的更流行 而且以前电动车 有各种的优惠嘛 现在 呃 好像说因为中国太厉害了 他美国要用这种线子 可是美国自己制造的电动车 怎么样能够 推展的更好呢 这是一种蛮好的意见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 因为 你重新建设 他本来就有电源嘛 从那边弄一个寄 寄废器啊 什么就好了 好 就这样子 大家给愉快的星期四 拜拜